這樣的做法不但證明了公投疑愛的正常性 更顯示目前代議制度 在民進黨完全執政的專項之下 缺乏有效的民意代表性 也就是8月28日之前 民進黨政府的作為 更將決定這一次公投能否成為公民權行使的一個領派 或者只是政治順利的一個領先 因為公投不是作戰 是政府跟人民溝通的機會 唯一要考慮的是要怎麼樣說明比較清楚 要怎麼樣對話比較能夠化解疑慮 要把這次的公投視為重要的政策溝通的機會 和民眾直接面對面 用最淺白的方式最清楚的說明 把我們的立場說清楚 總統明天跟陶德議員聊什麼 總統有要請他談話給拜登嗎 總統支持國務局要廢除對話嗎 針對828的公投執政團隊不提對岸 外界有一些討論也有主戰主和的說法 但是我認為這些講法並不精確 因為公投不是作戰 是政府跟人民溝通的機會 唯一要考慮的是要怎麼樣說明比較清楚 要怎麼樣對話比較能夠化解疑慮 我們選擇不提公投對岸 是因為我們認為在這個階段 我們有方向也有策略在推動能源的改革 也努力要讓台灣跟國際能夠接軌 這些策略和方向 我們有必要讓更多人民了解 我們已經著手準備各項政策說明 我也希望我們全黨上下 要把這次的公投視為重要的政策溝通的機會 和民眾直接面對面 用最淺白的方式最清楚的說明 把我們的立場說清楚 我們的任務就是說服所有的支持者 相信我們有永續的規劃 長遠的佈局 細緻的策略 我們有能力帶領台灣乘風破浪 在重重的挑戰中度過一關又一關 落實各項改革 讓台灣在世界上有更快廣的空間 那針對日本政府有宣布說 兩年後在福島的第一核電廠廢水排放案的 這個議題 其實不管說是總統府還是行政院 都已經很清楚的表示 我們包括說外交部 駐日代表處 農委會等等相關的部門 都多次的向日方表達我們的憂慮 那袁農會他也正式的向日方 表達過我們反對的意見 關於核能 民進黨的立場 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從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到民進黨 一直以來都是堅定的表明 非核的立場 我們覺得很遺憾的時候 看到國民黨又在借題發揮 又在進行政治鬥爭的操作 民進黨在第一時間都有反應 但國民黨在第一時間 就是在帶風向 我們想要問國民黨 如果如此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 那國民黨為什麼還要支持重啟核四 製造更多的核廢料跟核廢水呢 關於重啟核四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國民黨不要再顧左右而言他 不要再模糊焦點 國民黨一邊抗議日本排放核廢水 另外一方面又支持台灣重啟核四 我們其實想問國民黨有事嗎 拜登總統所派遣的訪團 目前已經抵台 那我們就表示我們誠摯的歡迎之意 那我們也是想要向拜登總統跟美國政府 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歡迎 跟最誠摯的感謝 其次的訪團其實表現出 台美之間堅定的友誼 以及美國支持台灣的力量 是跨黨派不分黨派的 對此民進黨表示肯定支持 那我們也會持續在進行 持續的工作來進行 台美的關係的深化跟持續的交流 以上回答